蔡徐坤终于回应了 有网友喊话 坤坤你对得起你的歌迷 你对得起我们球迷吗 对不起 追你太美 说实话作为一个英文老师 发现这一次外媒秒跟进 有点小小的惊喜 那他们究竟怎么说的呢 Let's find out Chinese Paparazzo made explosive claims Last week against popular singer蔡徐坤 Paparazzo一听就是意大利语 有同学或许还以为是一款咖啡的名字 实际上它的复数型是Paparazzi更常见 是一部意大利电影当中一个人物的名字 他专门喜欢偷拍明星 久而久之他这个人的名字呢 就变成他这个行当的代名词 我们中文叫狗仔 那上个礼拜呢 一个中国的狗仔呢 他就发表了一些爆炸性的言论 是有关于当红歌手蔡徐坤 你看中文叫有关于 那照理说是about 但问题就来了 英文他又不可能顺着中文的表达思维 他的画面感是 这些言论是不利于蔡徐坤 也就是对抗的关系 所以他自然而然用的是 against这个小小借词 alleging that he engaged in a hookup that led to an unwanted pregnancy 与此同时他声称 说蔡徐坤参与到了一次 导致意外怀孕的hookup当中 这个名词hookup其实很好理解 动词短语hookup 就是一下子这个勾子就勾上去了 那是不是很形象的去表达出 男女之间一下子勾搭上了 好unwanted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形容词 这很直白的表达了这个怀孕的结果 是大家都不想要的也就是意外怀孕 那如果夫妻双方计划好了 要怀孕 怀上了呢 那个叫a wanted pregnancy 那么speaking of wanted 说到这个词啊 其实我们在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叫most wanted list 好那个可是警察需要的 也就是是要去缉拿的那些罪犯的榜单 and breaking days of silence on the issue 蔡 acknowledged Monday having a relationship with Miss C that ended in 2021 在就这个话题打破了数天的沉默之后呢 在周一的时候蔡徐坤呢 承认和这位C女士有一段关系 这个having a relationship 当然指的就是当年是有一段恋爱的关系 只不过这个关系呢 在2021年的时候就结束了 adding 进一步的补充到that the two were no longer seeing each other 注意这的这个were 不是要去强调说当时他们已经不见面了 而是要顺着刚刚的acknowledged 英文当中表达男女关系的时候说see someone 可以表达的是两个人在恋爱初期 有一点对应咱们中文所说的 我正在接触一个男生 也就是开始谈恋爱 但是还没有正式的确定下来 一旦正式确定下来呢 一般会说I'm dating a guy date这个动词 好一不小心又学了这么多有趣的英文 很关键特别有效 我相信我们从头到尾裸听一遍 a chinese paparazzo made explosive claims last week against popular singer 蔡徐坤 alleging that he engaged in a hookup that led to an unwanted pregnancy and breaking days of silence on the issue 蔡 acknowledged monday having a relationship with miss see that ended in 2021 adding that the two were no longer seeing each other 好我是自学并做了十年同声长语的Albert 学英文方法比努力更重要 说起方法 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击视频下方的直播源按钮 因为接下来我会有三晚连续的直播公开 可以跟你去分享我的独门秘籍 咱们直播间不见不散哦 我可以在这边就有点赞续的直播公开